好 那麼雲林開第一槍 今天《中國社會聯合報》 頭版頭都講這個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要停發綠電同意函 綠電很多部分有太陽能 有風電等等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現在第一關 要地方先出一個同意函 地方出一個同意函 你拿這個同意函 載到中央 其實看起來真的 核准機關是中央 載到中央 能源署 然後去核准 核准以後載到地方開說明會 所以經常在開說明會的時候 民眾就反對了 你看都反對 站起來舉標語要反對等等 因為有些光電設施 離他們太近 造成他們的光害 或是熱傷害等等 有的人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糧田或是漁溫都被占用 因為台灣現在有些地還不是農民的 有些地還不是 漁溫還不是漁民的 是地主租給他們的 租給綠電收入比較高 綠電 台電買價錢很好 賣給你 租給你種稻 租給你養魚能收你多少錢 所以很多地主就轉 所以農民漁民的時候就很濟 台南那時候也是漁民要吵 很生氣 到底這是不是雲林縣槓中央 張立善說我沒有槓中央 你現在搞得我很困擾 我雲林到現在已經 議長也被抓了 議員也被抓了 鄉長也被抓了 還有村長也被抓了 都因為這些綠電 因為綠電力量很高 所以中間就可以打點 對不對 他有足夠的錢來打點 地方這些人士 有時候就受不了誘惑 就幫你什麼核准 不核准 或是幫你擺平地方的紛爭 等等 都有 也有故意帶頭搞紛爭 你一定要給我什麼補償 否則我就跟你繞到底 反正各種狀況都有 所以張立善說 我是說要不要建立 統一的審查規範 你否則讓我地方很難做 我不準 你說我刁難你 你說我準 你又說我拿的好處 我怎麼做都有問題 你乾脆一個統一標準 而且最後有一個總量管制 每個縣 什麼樣的縣 百分之多少可以來做這個 而不能漫無止境的 這樣一直發 一直發 漫無止境一直來申請 經濟部長郭智惠說 我們溝通不夠 會折成能源署 去拜訪一名縣政府 來解決問題 溝通好就好了 張立善說我們不是要抗黨中央 抗中央政府 地方說你不能中央推光電 我們地方去買單 因為現在核電廠都停了 核電廠停了以後 那用什麼來取代 你又不能用火力 用火力人家會罵你 天然氣現在那個什麼 什麼三階 四階都還沒搞定 綠能現在上不來 所以就很急 我上次到屏東去看核山廠 附近的人告訴我 說核山廠將來停掉 兩部就停掉以後 你光如果是鋪太陽能板 要從屏東鋪到台南 經過高能鋪來 鋪滿了以後 大概才能取代兩個核電廠 就是核電廠 它一個小小廠 它發電量很大 動輒一部機就百萬千萬 百萬千萬 你那個光電效率 光效率也很差 要鋪很多才能夠有一點點 這個電進來 這要鋪很多 它現在就沒辦法 連國家公園都要想在 那個什麼建築上鋪 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 到處要鋪這東西 我們看一下 雲林台西鄉的風力發電架設 居民不滿 發動抗議 還有太陽光電設置 一樣讓周邊住戶無法接受 就是因為這不少抗議 還有一連串的綠能弊案 讓雲林不少民代公務員 捲入其中 縣長出招 槓中央打算暫緩核發綠電 同意函 更在七月底發函 判中央總量管制 統一審查作業規範 並建議業者申請前 須先取得地方 同意設廠連署書 才能平真止分 中央政府一定要 制定一個統一標準 訂定一個相對應的補償 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機制 張家仁同政縣給建議 畢竟根據台電統計 全台太陽光電容量排名 雲林縣排第三 儘管排第二的彰化縣 沒打算跟進 但張立善認為 姿勢體大 強調期待中央訂定一個完善平台 建立明確申請程序 免得公務員左右為難 這是制度問題 不過也澄清 縣府沒有要槓中央 請別誤解 更舉例常有申請案 一切合法當一切法定程序完成後 開發前需規定到地方開說明會 結果引發地方反彈 開發不了 一次也又回到原點 無論要發展怎麼樣的綠能 我們還是以農漁優先 會用透明合理的機制 簡化流程 而且嚴懲不法 來保障所有的農民的遺制 的權利 我們會願意本則成立溝通 人民優先的這樣的原則 華初勤相關部會 跟所有地方政府在好好的溝通 楊永平 我們比一比 行政院長卓榮泰的講法 跟張立善縣長的講法 就知道一個是在講空話 一個是提出解決方案 因為我覺得必須稱讚 張立善 張縣長的 勇於認識的精神 因為我們知道 任何只要牽涉到 土地利益的問題 其實本來就很複雜 像這個光電的問題 它其實有四個關鍵的方 一個是擁有土地的 叫做地主 一個是在那個土地上 本來不管是做餘溫的 或種田的漁民或者是農民 他們往往也不一定是地主 他們去種田 或者做餘溫也是去租地的 第三個關鍵的人是縣政府 第四個關鍵的人是中央政府 大概這四方 現在張立善開了第一槍 他說明了一個行政程序 審查程序的不合理 造成了這個問題有多大 首先他叫縣市政府 先出同意函 縣市政府在出同意函的時候 他只是單純評估說 我這個土地 我現在的農漁產業如何 我可不可以挪出一部分地 所以大部分 他不一定在第一時間 他會說不可 可是這個程序柔宇設計失當了以後 到中央業者到中央 去跟中央的經濟部官員 尤其現在經濟部官員很絕望 他的電已經不夠了 他巴不得你趕快搞綠電的部分 他立刻開綠燈的時候 你回到地方放說明會的時候 原先不是地主的租戶 不管是漁民或農民就抗爭 農民漁民一抗爭 地方政府他就煩惱了 因為地主也是他的民眾 然後農民漁民也是他的民眾 僵持不下公務員該怎麼辦的時候 這些抗議的人就生氣了說 你公務人員 你如果敢給這些業主 我懷疑你有得不當利益 所以他就去控告司法 就去告 然後我們的司法 又用相當嚴格的 我們最近討論了很多的圖利罪 大家都已經很明白了吧 中華民國的圖利罪 是你不用拿一毛匯款 你也會涉及圖利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要辦的司法單位的 檢調單位 他援引了某些的狀況 或某些的條文 就算到最後這些相關的人員 不管是什麼鄉長 鎮長 公務人員 也許他們到最後 不一定會被判 有罪 如果沒找到金流的話 但是他的圖利 你就整個官司下去 也把人整得要命 尤其是公務人員 我在講 公務人員你只要受到訴訟 你只要一被告 你走了程序 你的考基就沒有了 第一個 你的主管職一定沒有 所以之前我們不是還罵說 經濟部有個組長 還繼續在任職嗎 第一個 你的主管職一定沒有 第二個 你的考基一定平等 你的年終什麼的都會被扣 甚至時間如果弄長了 還會影響到他以後的退休機 所以張立善今天講的 我覺得最合理 他講得很簡單 就是你業者 應該先去收集地方的同意書 你除了地主同意以外 你上面的農民 漁民 同意書你連署收來給我 然後我們縣政府和中央 根據你的地方的同意書 我們再來進行要不要許可 這個的權限 這個流程的設計 是誰的權限設計 是中央的設計 所以我說今天 今天的卓榮泰院長 不是講空話嗎 立法委員就可以去質詢他 你講那麼空 怎麼以人民為主 接人家縣長跟你說 這個程序先後順序有問題 請修正 你院長就出來講 可不可以修正就好了 你如果經濟部心裡沒鬼 你如果不是電已經缺到不得了 你就是要讓地方的抗爭 然後地方整個鬥爭起來 而且民進黨還有一個 不良的心態在後面 因為現在地方大部分都國民黨執政 尤其這些農業縣份 他就認為說 除了南部幾個的 他就認為說最好讓你鬧起來 到時候民眾一抗爭 雲林說不定從藍又轉綠 這個也許是民進黨的 另外一個陰謀 也說不定 總統太是這樣講 他說他暗指 你地方雲林 你不能又想成為科技大縣 要什麼電腦資料中心都來 要什麼半導體廠在這邊 又不投入能源轉型 又不肯去發電 電從哪裡來 意思 把你罵一頓 賴美麗 我覺得這個是一碼歸一碼 因為其實我們就在看綠能 綠能我們剛剛有提過 太陽光電或是離岸風電 這些都是綠能 其實雲林縣政府的前縣政府 其實他們核准了很多 但是到了張立善縣長 其實我覺得他是嚴審 他是把關 所以剛剛上永平講的說 張立善縣長他現在要求說 業者你當然要有那個義務 去把 比如說你今天這個廠要設在這邊 隔壁村就在最鄰近的地方 你當然要去把這個統一書牽回來 取得當地的村民 或者是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這統一書牽回來以後 減少一點抗爭 或者是地方的不滿 我們知道其實現在的統一函 是地方來發的 但我們要知道 其實他在申請在這個 統一函的過程當中 其實業者可能在這個地方 他就已經花了很多人的成本 花很多大錢下去 後面還有很多關卡要走 在統一函這個地方 如果就卡關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很多的業者可能就在這個時候 他會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 然後可能會去找找議長 找找名義代表 找找地方的縣政府 或者是區公所 有時候可能方法用錯 有時候可能就是在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會誤觸法 或者是在中央沒有統一的標準之下 連公務人員現在都非常害怕 所以要他們來去審 而卻沒有一個標準 對縣政府來講 我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我們就講說 中央今天要推光電 我們姑且不講錯誤的能源政策 就是你既然要推光電 但是所有的風險地方來背 中央推光電地方背風險 這是不對的 你看就以我桃園來講 那個SRF一樣的情況 今天SRF 過去鄭文猜難道是一個笨蛋嗎 如果你經濟部不是發了推薦函 鄭文猜又怎麼會乾冒 我們整個大觀音地區 以及附近的地區 大家這麼大的抗議 一樣讓他入園 好了 張三政上來之後 把入園許可撤掉了 你經濟部之前說要尊重 等我們撤了以後 你就說這不算數 就是你經濟部硬要這個SRF 進到我們桃園來 但是其實你不負責 他在地方上所有的事情 這本來就是甩鍋 所以要說是這個槓中央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帶這樣的一個風向 是非常非常沒有責任感的 因為中央你當然要一套SOP下來 否則你就會像張立善 這個現場所說 今天我嚴審 好像我在卡別人 但今天我稍微寬鬆 我又變成圖利 公務員大家都不知道 該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中央是應該要設定 一個統一的標準 尤其在光電 這個極具爭議或者是 需要嚴格去審查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 法律違接的 這個嚴格的標準出來才對 我到他們大元那邊 去發表證件的時候 居民對固體的廢棄處理 非常反對 他那個是污染的 你不知道來的什麼東西 你等於是那個東西很麻煩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這十個是前十大的縣市 當然這個包括 包括太陽光電 風力 水力 風力 水力都包括在裡面 學者梁啟源 這是能源專家 他說再生能源目標是打不成的 他說過去七年 在蔡英文過去七年裡面 再生能源比 從4.6%增加到9.5% 算是增加了一倍 但是目標2030年 再生能源要占30% 你未來六年 怎麼可能從20.5%增加到30% 怎麼有可能 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你怎麼達到 你家裡怎麼辦 你就用火力嗎 那不是又污染了嗎 不是又排碳量增加了嗎 所以根本是打不成的 你整個目標 我早就跟你講 是你打不成的 不要什麼2025 2030 2050 通通打不成 那是騙人的 畫個大餅給他看而已 給歐洲看 但是人家不是笨蛋 人家到時候會來查核你 就像那時候我查工廠廢水 很簡單 你跟我說你可以排乾淨對不對 我就看你生產多好 你告訴我 你的廢水的容量可以有多少 你一天你產生這麼多廢水 1萬噸廢水 你的設備只能處理5000噸 你跟我講你能處理乾淨 一抓就出來了 不要以為可以騙人 國際專家 他們要抓這個也很容易的 所以台灣這樣混下去 總有一天會被國際制裁的 好不好 另外來 齊凱 我高度肯定張立善 張縣長 實際上台灣現在我們的政府 在光電這一塊 真的是非常的離譜 他不只推得太急 不只推得太急 他去買光電買得太貴 所以造成了一堆的利益太大 所以造成一堆的弊案出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光是太陽能 檢察官起訴就超過50幾個案子 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就是台南 那個立喊88槍那個案子 那個不法的所得有多少 立喊光是一個光電 立喊從台電要賺的錢 91億的不法所得 你怪不得有88槍 後來還有什麼 連那個命案 弊案以後連命案都跑出來了 為什麼肯定張立善 張立善光是他們的雲林 到目前為止就有六件 是在雲林是被起訴的 兩個議長 分點官的議長有兩個 然後鄉長有 現任跟前任的有四個 台西 烤鵝 賣寮 二輪的鄉長 前任的或者鄉長 然後還有一堆的官員都被壓了 你說現在雲林縣的承辦人員 他敢去簽這個案子嗎 人心惶惶 隨便就被扣一個土利的案子進去 所以真的要好好去檢討 政府現在你要回想一下 第一個 你現在推這個政策 是不是太急 特別是有這麼多弊案 政府有責任 好好趕快去把那個弊案處理完 不要再買那麼貴 浪費我們民資民高 第二個 鄉長泰剛才說什麼 在推這個光電的時候 以農民跟移民最優先嗎 我大家看 這是嘉義的總控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這是嘉義 嘉義的議席 這是今年20243月的照片 嘉義的議主 這邊本來要推一個台灣 非常大的魚電共生的這個暗場 結果到三月份的時候 不只沒有如期運作 你看 這整個 你看旁邊那個就是 旁邊這個就是太陽光電板 有沒有 現在整個干涸 魚也沒有 電到現在都沒有發電 因為他太熱了 他把那個水都蒸發了 魚死掉了 魚沒有了 現在這個場景就是這樣子 大家看到的 一個本來好好的魚池裡面有魚的 變成是一個干涸的一個地方 上面這個是比較小的 你看架了這麼多的 這個太陽能光電板在這邊 下面魚也沒辦法揚 我在近一步跟他爆發 最離譜是什麼 政府為了要發展這個太陽能光電 把台灣1 2分之1左右的遺史 全部化為收 它是可以做魚電構成的 你有把漁民跟農民放在最前面嗎 現在民進黨在推這個太陽能光電 推得太急的同時 出了一堆弊案的時候 率者最大的是誰 就是中南部那些最基層 最善良的農漁民 農地本來在耕種的 沒辦法耕種的 就照大哥剛剛講的 有些人可能是出人家的地 對不對 可能是養魚 可能是種田 這些人現在都沒有了 我是一個地主 覺得說太陽能這個比較好賺 所以現在傷害最大的是誰 最善良的農民跟漁民 出金多很多 所以政府一方面不要再發生弊案 好好去回想一下 不要買那麼貴的 然後把這個弊案好好去查 第二個不要再害我們農民跟漁民 他這樣 政府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反對綠能 開始講說農田不適合耕種的 我們給它做光電區 這很好 不適合耕種 後來發覺不夠 再加上利能很大 後來就說魚電共生 現在有魚電共生 沒有 魚死電生 魚都死光光 白生 不是 店有生 在台南有生 然後蝦都變成白蝦 一點血色都沒有 蝦也很怪怪的 然後後來再擴大 這還不夠 然後現在就搞什麼 綠能園區 那就沒有什麼限制 你只要掛個綠能 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 也沒有人敢阻擋 那就是一個令牌 我這個是最優先的 有沒有誰敢阻擋 誰敢阻擋 地方官員不敢阻擋 中央官員更不敢阻擋 現在就變成這樣 沒有人反對論 你不能把台灣都搞成那個樣子 到時都是光電板 到時那怎麼看 對不對 很好的田也都沒有 都變成這個東西 好吧 柯文哲 回到柯文哲 檢方說打算要第三次提訓柯文哲 而且不排除安排隊職 就是他的官員 比如副市長 或他的什麼局長 說都是他指示的 柯文哲說我哪有指示你 我只是叫你不要違法 我沒有說叫你可以不可以 按照你就全責來 有沒有叫你不違法 有 怎麼說我指示你 所以我在本節目講 我是要不然只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這些官員有錄音 拿出來說我放給你聽 我為了自保錄音 要不然撤謊 對職 撤謊 看起來簡辦要這樣做 否則你怎麼弄 我說是你指示我的 你說我沒有指示你 你自己想出來的 你賴在我身上 怎麼辦 那只好對職 只好撤謊 要不然就把證據拿出來 所以現在不排除安排對職 否則沒有什麼其他方式 另外這個 現在包括彭震生 前兩天的黃錦茂 陳佩琪他太太 陳佩琪 陳佩琪現在說要 希望能夠交保 因為身體不好 映小威 然後吳順明 還有其他的一些官員 他們說這個前副秘書長 黃錦茂成為破口 他說已經傳出來 已經說出容積率暴增 而且案件本來是要排 沒那麼快 為什麼能夠插隊 能夠快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他本來是證人 然後現在被轉為被告 500萬人交保 而且聽說他配合的態度相當好 所以沒有壓他 另外也約談了 金華城董事長陳佩琪 也是第二次 第一次約完覺得不夠 要再補強 再約第二次 另外沈慶金 第二次借戶就醫 進去的時候看起來 生農活虎 意味活農 生意很大 壓兩天就不行了 可能心裡 身體 雙筒打擊 一些大老闆 平常住了豪宅 對不對 吹著冷氣 搞到這個地方去 搞幾天就受不了了 所以檢方 北院已經去問檢方的意見了 你同不同意 她的身體這樣子 檢方如果不同意 院方還是會自己做裁決 不一定說你檢方同意不同意 我就完全按照你的意思了 另外沈慶金申請交保 本人沒簽名 所以北院要求補證後立行裁定 這奇怪 他們本人不簽名 上次副市長也沒簽名 彭震生也沒簽名 律師不會先看一下 這東西他們花那麼多錢 那個律師都很昂貴的 律師都不先整個來看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我搞不懂怎麼回事 怎麼都不簽名就出來了 來 我們看一下 要不要說明一下 要找出誰說詞有出入 誰在說謊就得勾擊比對 被告及證人證詞 而從證人轉被告的前都發局長 黃錦茂松口交代容積率暴增細節 緊咬柯文哲 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從被約談到收押 堅稱都是聽從柯文哲指示 但一般陳情案件 本來就得由上級交辦 給各局處處理 當然京華城陳情案也不例外 另外證人林中明 林清榮的立場 也曾反對提高容積率 要揪出所有人說法的交叉點 不排除會找 陳慶晶 應曉威 柯文者彭震生來對峙 志剛 這案子其實 差不多進行了三個多禮拜 其實脈絡並沒有那麼困難 你說進行要對峙的話 其實只有幾個人對峙 就是黃錦茂 對那個誰 彭 彭副市長 因為他們最直接的上下屬關係 再來 彭跟柯對一次 到底柯有沒有直接指示 彭說讓他過 第三個 第三條件 錢 就是易小威跟陳慶晶 兩個講 去對峙 這個4000多萬到底是為了什麼錢 坦白說 我們當民意代表的 這個4000多萬 是在超出大家的想像 為單一個案 有這4000多萬的 這樣的一個斗內進去 然後這錢到底是流向 是給誰 是為了做什麼 除了這些官員在 有沒有其他在錢的流向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大概分三條線 去鬥起來 案情大概就很明瞭 其實我覺得北檢 在這件事情上面 辦的過程上我覺得再晚一點 有玩政治的 有玩政治 譬如說在羈押的部分 第一天羈押沒有成功 因為那個法官在法界裡面 認為是一個自由新政 比較是屬於無罪推定的 所以第一天他沒有羈押成功 但北檢為什麼這麼晚的時間 隔了三天之後再次提出生押 因為輪到那個法官是押王 就是幾乎去生押之後 這個法官都會POK 都會P可 他在算的時間 他在算的時間 為什麼上次誰 鄭文燦的案子 馬上就提出生押 因為他知道接下來這個法官 就是桃園地檢署的押王 地院的押王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案子 當然是案情的部分要去釐清 中間到底有沒有上下棋手 有沒有圖力等等 但是看起來另外一個破點是 我們司法的這個制度 出現一個漏洞 你應該是到底誰是生押 應該是抽籤的 我檢察官去生押的時候 應該是法官去抽籤 而不能讓檢察官算說 這個是押王 這個是寬鬆王 然後去等那個押王來 所以這等於在辦案的過程當中 就會出現一些貓膩在這個地方 再來你說北檢上一次對馬英九 也是同樣的情況 長期的時間的疲勞訓問 像馬英九接近 好像接近17個小時 也是為了三中案 2017年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複雜 它譬如是一個很長時間 然後很多人一種密謀犯罪 組織集團 然後金錢到海外 像是阿法業這麼還跨國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你關係人不過就在10個人以內 關係人就10個人以內 那10個人以內的案情 有沒有必要拖到這麼長 像演連續劇 每天擠一點牙膏 給媒體 給他 給誰 然後去做一些政治上的淋虐 如果真的要辦的話 這案子以我們北檢這麼聰明 三個月之內絕對辦得水落尺出 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有答案了 休息一下就回來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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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會有 來自行的 如果我們都會有 這間那一段 你會有 於是 我們都會有 我們都會有 我們都會有